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猎王纪下》第24章 《猎王纪下》第24章总共有20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犹大人被掳巴比伦 我们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把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五节 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做犹大王 行恶事 因为背叛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巴比伦人来攻击犹大 第二段是六到十六节 约亚靖的儿子约亚金做犹大王 行恶事 被巴比伦所掳 第三段是十七节到二十节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加做犹大王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二节到四节 圣经这样说 耶和华是加勒底军亚兰军 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亚靖 毁灭犹大 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这祸临到犹大人 这祸临到犹大人 二十五章 讲了末后犹大的四个王 他们分别是 约哈斯 约亚靖 约亚金 西底加 这四个王中 其中有三个是约西亚的儿子 一个是约西亚的孙子 我们在讲上一章时 是讲到了一节到第二十八节 今天在讲二十四章之前 我们将二十三章的第三段和第四段 并到本章的内容当中来 其中上一章的第三段 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 这一段讲到约西亚王的死 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犹大王 而第四段是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 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 做犹大王 我们从二十三章的二十九节以后看见 随着犹大的好王约西亚之死 接着犹大幕后的几个坏王 一个又一个的当位 加速了南国犹大灭亡的步伐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段 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 这一段讲到约西亚王之死 在列王纪先知性的作者描绘之下 他只用了短短的两节 就讲了约西亚王死的经过 其中更详细的内容 可以去参考历代之下 三十五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五节 按照圣经的描述和历史实际发生的事 在主前的608年 也有人认为是609年 埃及的法老尼哥带着埃及的部队 经过西奈半岛 菲利士平原 沙伦平原的沿海的路 在经过米基多的爱口 打算上到亚兰去 帮助正在和新巴比伦 征战的亚述帝国 此时亚述帝国已经日薄西山 巴比伦帝国正在崛起 在二十九节的经文中 有一个特别需要被解释的地方 就是经文说 约西亚年间 埃及王法老上到伯拉河 攻击亚述王 约西亚王去抵挡他 在这节经文的描述中 似乎透露出 埃及王法老要去攻击亚述王 而约西亚王拦住他 但实际上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在圣经的原文 并没有攻击一词 埃及人不是去攻击亚述人 而是要与亚述人 一同抗击巴比伦人 就在米基多的战场上 约西亚没有听 埃及王法老尼戈的劝助 他就像亚哈王一样 乔装改办 上战场与埃及人征战 但结果是 敌人的剑就像有眼睛一样射中他 他后来被拉出阵 因剑伤死去 后来被埋在耶路撒冷 约西亚王的死 是南国犹大极大的损失 圣经上说 就连耶利米也曾为他做了哀歌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 这哀歌没有能够被保留下来 当然最大的损失是 因着约西亚王的死 他在整个南国犹大所进行的信仰 社会道德各个方面的改革 也随后停止 等我们讲到历代之下第35章 我们再多讲 约西亚死的具体情形 23章中 第三段的31节到33节 就讲到了在约西亚王死了以后 他的23岁的儿子约哈斯 做了犹大王 但这个约哈斯 乃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由于他行恶事 再加上他可能有反埃及人的倾向 所以就在法老尼哥 援助亚树的企图失败以后 他应该是被法老王传唤到 埃及王当时在亚兰的总部利比拉 这个地方在哈马以南的 大约32公里处 然后就把他囚禁在那里 尼哥后来又把约哈斯带到了埃及 约哈斯去了埃及以后 最终死在那里 没有能再回到犹大自己的国家 33节提到了法老尼哥 索尽约哈斯的目的 一方面是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 另外一个方面是以他为人质 向南国犹大索要 银字一百他连德 金字一他连德 第二十三章当中的第四段 也就是34节到37节 是讲到法老尼哥将约哈斯废掉以后 就立了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静 接续约西亚做王 法老甚至给以利亚静 改名叫做约亚静 所以我们看到 约亚静乃是法老所立的傀儡王 而且他是犹大历史的末期 赫赫有名的坏王 在先知耶利米的服侍期间 约亚静一直与耶利米作对 23章的最后一节 评价了约亚静的为人 他乃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在《猎王记》中 记载约亚静所行的 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23章第35节所讲的 他为埃及法老 向南国犹大所要的罚金 向自己的国民征集金银 所以35节说 约亚静将金银给法老 遵着法老的命 向国民争取金银 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 索要金银 好给法老尼哥 我们之所以会说 约亚静是个坏王 就在他向着犹大百姓 加重磕碎 为了纳贡给埃及人的时候 约亚静同时 却为自己造了奢华的王宫 按照耶利米书22章14节的说法 他给自己所造的王宫的墙板是香柏木 楼房是用单色油漆的 由此可以看见他生活奢华的程度 就在国家遭受到很大灾难的时候 他糜烂的生活方式 依然都不受影响 在耶利米书22章13节更告诉我们 他这个人的为人 没有仁慈公义 工人们为他造完工 他却拒绝 付工钱给工人们 由于约亚静为人的败坏 所以在先知耶利米服侍的阶段 勇敢的先知 完全不惧怕约亚静的淫威 坚决于王作对 所以等我们将来在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 我们就来多讲一点 耶利米在约亚静时期 所受的羞辱 和他作为神的先知 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无畏 《猎王记》下 记载约亚静的第二件事 就是他曾经 臣服于巴比伦王 后来又背叛的事 这就是24章1到5节 所叙述的 在24章的第一节中说 约亚静年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上到犹大 这一背景的交代 可以结合着 单一礼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这节圣经所讲的 就是在主前605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在亚兰国北部的加基米斯 与亚述和埃及的联军决战 亚述帝国正式灭亡 埃及也被打败 法老的军队退回到埃及去 这一年 尼布贾尼撒正式登基 成为巴比伦帝国的王 他在加基米斯大战得胜以后 继续挥兵南下 顺便掳了南国犹大 一般我们把这一次 叫做南国犹大的第一次被掳 按照戴伊礼书第一章的介绍 经文说 主将犹大王约尔静 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 交付他手 他就把这些器皿 带到士拿地 收入他神的庙里 放在他神的裤中 另外也随之被掳的 就是戴伊礼和另外三个犹大的青年 他们分别是戴伊礼 哈纳尼亚 弥撒利 亚撒利亚 约尔静在巴比伦人强大的压力下 表示对巴比伦臣服 但是按照耶利米书27章9到11节的话 我们就了解 按照历史实际发生的事 在主前602年 尼布贾尼撒在征讨埃及 但这一次却被埃及的军队打败 约尔静看见 巴比伦帝国趋于弱势 他于是认为 投靠埃及的机会又来了 所以不听从耶利米先知的警告 在服侍了巴比伦王三年之后 背叛巴比伦王 但殊不知 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巴比伦帝国 一点都不像 约尔静所想象的那么软弱 尼布贾尼撒在经过征讨埃及 第一次失利以后 用了两年的时间重整军队 紧接着又向以色列地和埃及的方向扑来 因而 在约尔静统治犹大的末期 圣城耶路撒冷正在被巴比伦军队围困 24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 讲了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围困一路撒冷的原因 乃是 耶和华使加勒底军 亚兰军 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 来攻击约亚境 毁灭犹大 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这祸临到犹大人 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 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 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 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 充满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绝不肯赦免 圣经和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大的谜团 那就是约尔静王的死 他显然是在 巴比伦人围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猝死 历代之下 36章第六节指出 尼布贾尼撒的军队最终逮捕到了约亚境 并且用铜链锁住他 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但其实约亚境最终没有被带到巴比伦去 按照耶利米苏所说的 约亚境最终死了 没有依循王室的礼仪而被埋葬 大家可以看耶利米苏的二十二章第十九节 有一个讲法是 巴比伦人的军队将约亚境捉住 但由于约亚境在被攻击中受了重伤 后来就被囚禁 并且很快死于耶路撒冷 论到这个坏王 耶利米曾预言 犹大人必定不为他举哀 说哀哉我的主 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 他被埋葬 好像埋驴一样 要拉出去 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 耶利米苏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严厉的预言 他后裔中 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耶利米苏三十六章的第三十节 一般我们都认为 耶利米的这一预言 是指要临到约亚境的儿子 约亚境头上的咒诅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 六到十六节 约亚境的儿子约亚境 做犹大王 一般认为 尼布贾尼撒派兵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主前598年的12月份 约亚境猝死了以后 他那年纪才18岁的儿子 约亚境就接续他做王 在位时间只有三个月 这个期间 国际形势方面的有利因素 都向巴比伦倾斜 第七节的经文说 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 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 从埃及小河直到柏拉河都夺去了 如果我们对以色列的地理有点了解 就知道 以色列刚好就在埃及小河直到柏拉河的范围内 这里经文的意思非常的清楚 埃及已经不再能成为南国犹大的保障 第九节 经文对那做了只有三个月王的约亚境 给予了公正无情的评价 他乃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亲约亚境一切所行的 于是十节到十六节 经文就重点描述了 在约亚境做王期间 巴比伦大军来围城 及围城后的结果 一般认为 就在主前597年的三月 巴比伦王尼布奖尼撒亲自征讨犹大 同样的事也被记载在 《耶利米书》的27章16节到22节 第12节就提到 在巴比伦人强大的攻势下 犹大王约亚金和他母亲 陈朴首领太监一同出城 投降巴比伦王 巴比伦王便拿住他 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也就是主前597年 我们一般会把这一年 作为南国犹大第二次的被掳 十三节所提到的 是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 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 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 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第14节讲到 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 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 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 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 没有剩下的 第15节又讲到了另外被掳的人 包括约亚金王和王母 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 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 一般认为16节是14节的重复 如果我们读以西节书第一章 就可以得知 先知以西节就被掳于 主前597年这一次 当年他25岁 当他在巴比伦过了5年 在他30岁的时候 他在巴比伦的加巴鲁的河边 建议像 蒙呼召 做神的先知 而他自己原本是出生于祭司的家庭 于主前605年 南国犹大第一次被尼布贾尼撒所掳 犹大国这一次损失惨重 因为在戴伊里书的开头告诉我们 犹大第一次的被掳 神只是允许 仇敌将圣殿当中的器皿的几份 被交于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然而在这一次 经文告诉我们说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 都拿去了 而且他还将 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的 耶和华殿里的精器都毁坏了 我们看到经文如此的记载 正是应验了 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十六节的预言 西西加王给巴比伦使者们所看的那些宝物 如今都如以色亚先知所预言的那样 被仇敌掳去 接着让我来看第三段 十七节到第二十节 巴比伦王立约亚金的叔叔 马探亚 巴比伦王给他改名叫西迪家 西迪家与约哈斯同出于一个母亲 他们的母亲名叫哈姆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十九节和二十节 经文公正的评价西迪家 以及讲了 神将向南国犹大展示出的另外的作为 他的愤怒并没有止息 经文中说 西迪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是照约亚境一切所行的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 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西迪家既然是尼布贾尼撒所立的傀儡王 所以他作王的条件 是必须要听从巴比伦王的话 维持国家的安定 最为重要的就是不与埃及结盟 西迪家乃是犹大最后一个王 他统治了犹大总共有十一年 时间从597年一直到586年 在神的眼中 西迪家与约亚境一样 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其实这主要的表现 是指着他不听从神界先知所讲的话 因而 犹大国将在西迪家的日子遭受苦难 正因为犹大离弃神 所以耶和华神向犹大发怒 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 其意思是说 神要将悖逆的国民 从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上驱离 等我们再读下一章 尤其是耶利米书的第27章到30章 我们将会对西迪家这个人多有了解 这是一个个性软弱 优柔寡断 内心阴郁又黑暗的人 他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和摇摆 最终因着他对国际形势的误判 而背叛巴比伦王 其行为的结果是 直接导致神子民的国家 南国犹大根本性的灭亡 并被掳巴比伦 而这样一个败坏的君王 不仅仅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甚至包括自己的家 及他自己本人 都带来了最可悲的可怜的下场 好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猎王纪下第24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天当我们讲完第25章 猎王纪下就结束了 我们今天在读了23章的后两段 和24章的三段经文时 请大家重点思想24章的2节到4节 还有第20节 经文都预先的告诉我们 神是如何在怒气中 将神的子民从耶路撒冷和犹大赶出 所以事实上 圣经的作者一直都在强调 南国犹大的君王到百姓犯罪 以至于引发神以公义制裁和审判的作为 所以就请让我们思想 人的犯罪和神公义审判和惩治之间的关系 好的弟兄姐妹 愿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喜乐充足的信心 来到主面前 猎王纪下还有一章就要读完了 读到每一个失败的君王的传略 当我们看见他们不讨身喜悦的表现 都会让我们失望 伤心 难过 因为古代的君王 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其结果是 不单单自己的生命不得赐福 也带来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厄运 这些过去真实的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事例 如今真的要引发我们在神的面前 好好的警醒 因为那过去触动神怒气的事 今天也是屡屡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和我们的生活中 你我今天是不断的面对着不同的选择 但愿你我都靠着圣灵的帮助 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和在事的面前 做符合神话语 和神赐福法则的选择 神的爱和恩宠 就会一直在你我的身上 要伴随我们 护必我们 一直到永永远远 但愿你我今天 每个人都来投靠他 仰赖他 敬畏他 尊宠他 爱慕他 他就会一直爱我们到永远 因为他是乐意 将公义和慈爱 带我们到底的神 爱你们